所以確實剛剛那個感覺真的很不真實 都覺得好像是在演戲的感覺 確實也是等了有一段時間 然後我剛剛想要講就是 我記得我以前每次入圍的時候 我都會在家裡面寫一張得獎感言 然後都是準備要就是發 就是希望可以站上台去發言 可是這一次我就想說 沒關係就唯一這一次沒有準備 什麼 你每次都準備然後這次沒準備 還有對我還要講一個 因為每次就是沒有得獎的時候 然後我其實最捨不得的就是看到 關心我的朋友們家人們 他們很想要安慰我的那種眼神 但今天不用了 今天看到你們都是很開心的對著我笑 所以我就不用覺得很不好意思的對著他們說 不好意思讓你們擔心了 但今天不用了 Yes 爽 當然你每一次入圍的時候都希望是自己 那是絕對不會騙人的 但是真的聽到那一刻的時候還是不敢相信 真的不敢相信 因為畢竟也聽了好多次都不是自己 所以聽到那一次想說 嗯 是我嗎 對 然後下了台之後他們不是有給我那個表嗎 我還是在確定一下裡面寫的是我名字嗎 對 但是 噢 啊 趕快 對 補充 對 來 我要謝謝評審 啊 對 評審 完了 可以倒帶嗎 評審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 謝謝他們就是給了我這個機會讓我上台看到 就是從台上看下去的那個風景 謝謝評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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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託幫我 這個一定要幫我補上去 楊錦華說謝謝評審 明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明天的明天的新聞破口 好 來 我們第三麥克風 天啊 我每一年都在電視機前尖叫 都在電視機前等你得獎 謝謝 總算得了 剛才還沒有講到的感謝 現場全世界的直播 燈亮的都在播 有什麼話補充一下 對 確實剛剛那個感覺真的很不真實 都覺得好像是在演戲的感覺 確實也是等了有一段時間 然後我剛剛想要講就是 我記得我以前每一次得 就是入圍的時候 我都會在家裡面寫一張得獎感言 然後都是準備要 就是發 就是希望可以站上台去發言 可是這一次我就想說 沒關係 就唯一這一次沒有準備 什麼 你每次都準備 然後這次沒準備 那你現在有想到什麼 一定要講一定要感謝的有嗎 有 我剛剛該感謝都有 然後當然就是 還有我剛剛忘了講了我的家人 就是做演員這件事情 然後身邊有這麼多人 這麼可以體諒我 對 然後 然後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們 就是一直在關心著我 所以還有 對 我還要講一個 因為每次就是沒有得獎的時候 然後我其實最捨不得的 就是看到關心我的朋友們家人們 他們很想要安慰我的那種眼神 但今天不用了 今天看到你們都是很開心的對著我笑 所以我就不用覺得很不好意思的對著他們說 不好意思讓你們擔心了 但今天不用了 Yes 爽 爽啦 我跟你講 普天同慶 來現場 開棒給現場 想問什麼今天要問 來 左邊 老公說什麼 今天出門的時候 沒有特別說什麼 但是在裝法的時候他有來 然後也有問他說要不要來那個現場 他就想說待在家好了 因為之前前幾次來到現場很多次 可能他也怕被受打擊吧 開玩笑了 怎麼問到哭了你在幹嘛 有人在哭 還有誰要問的 還有人有問題嗎 從來沒有想過是自己 當然你每一次入圍的時候 都希望是自己 那是絕對不會騙人的 但是真的聽到那一刻的時候 還是不敢相信 真的不敢相信 因為畢竟也聽了好多次 都不是自己 所以聽到那一次想說 是我嗎 對 然後下了台之後 他們不是有給我那個表嗎 我還是在確定一下 裡面寫的是我名字嗎 對 但是 喔 啊 趕快 對 補充 對 來 我要謝謝評審 對 評審 完了 可以倒帶嗎 評審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 謝謝他們就是 給了我這一個 機會讓我上台看到 就是 從台上看下去的那個風景 謝謝評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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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託幫我 這個一定要幫我 補上去 楊錦華說 謝謝評審 明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明天的新聞破口 就是你一直講 然後噹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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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阿童很多字 對 拜託拜託 拜託大家 我就這麼一個要求 拜託 謝謝評審 好 還有嗎 還有 這邊 為什麼 從一把親之後 每一次的入圍都被寄予厚望 然後 然後每一次都讓大家死亡 那你為什麼可以在這一次一次的失敗 然後又不斷的往前 是什麼樣的動力 讓你不斷的挑戰 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喜歡表演 我就是很純粹很純粹的喜歡 演戲跟表演 那是自己對自己的一個 期許跟挑戰 對 所以 我就是很純粹很純粹的喜歡 這樣子 其實 小湯 沒有 杏花 那妳之前可能都有想 可能 就是妳有期待 就不會來 有可能 所以妳以後都不要寫 妳就一直拿 一直拿 一直拿 然後80歲 好 對 我都不寫 對 以後都不要寫 對 上台就是靠感覺 試試看 有感覺就講 對 好不好 還有嗎 還有 誰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請我們的影后先去休息了 好不好 再一次恭喜 等一下 看妳這樣是要補充是不是 我沒有 我是要謝謝大家 好 再一次 再一次 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景華 終於拿到金鐘獎了 來這邊請